欢迎来到Green Cover 今天一大早起来之后整个是在下雨的情况 我不知道是老天 对新来的客人这种欢迎仪式呢还是怎样 让这个每个人都要体验一下这个雨季温哥华 温哥华的常态就是每天下雨 昨天在经过一天大晴天之后 今天和明天迎来了两天连续的降雨 而今天的任务呢真的是 有点像在逆境中生存的一样 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 一般来说下雨是不去的 所以我们要去的所有地方都是这个样子 真的很奇葩 希望今天一切好运 YES 啊 堵车堵死了 一直在堵 OK我们依旧决定 在第一站呢 去超级遥远的 之前去过一次 这个 属于地下矿场 就是矿物博物馆再看一次 因为真的属于风土人情的感觉 但是要开车一个多小时 这是个挑战 今天一定是个大挑战 雨还不小 啊 我们生涯第一次 在雨天当中 来到这个博物馆 都不知道有没有人 这个还有五分钟开 我们要往这边走了 咱们可以 从车里下来之后再去看看其他的 飘了等会直接给他就行了 我去什么情况 我去真的咋俩吗 你要在这拍个照吗 哇 这上面估计都是水 这边可以淘金子 还真有两个客人 各位观众 这真的是百年难得一遇 这就是雨季的温哥华 一个月都会这样下雨 很多人会觉得下雨的时候该干什么 我的观点就是该干嘛干嘛 照样旅游 照样玩 今天我们有可能是两个 唯一一个这个时间段 在雨天中来到这边 所以我们将是今天的VIP 哦 真的没人 我家呢十个月都这样瘦了 唉 反正我已经待了七年了 我家呢十个月都这样瘦了 哎 现在整个海水都泛滥了 看到前面那个海的地空线呢 越来越高了 海岸线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天气真的不太适合在户外 哇真的就我们两个人今天 体验绝对是独一无二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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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我上次来真的是没有接触过这个 今天才知道这个矿石的种类有这么多这么分类 这个地方积攒了十年的分类的量 现在这个感觉就有点像到了晚上一样 其实现在只是刚刚到中午 看里面的灯 真的有点晚上的感觉 文化的雨季 让所有的这个景色呢 变得暗淡无光 变得有点阴霾 另外我有点困了 哈哈 又饥寒交铺的感觉 喂 上次没来过 哎呀我今天真的发现一个规律啊 有些地方虽然说之前来过 这就是当年的防毒面罩 防尘的 这就是当年的防毒面罩 防尘的 这就是当年的防毒面罩 他自己的防毒面罩 那就是异勞的 那就是要与炮火 这就是 when 一旦跟我们的后果 这就是能复活的 搞得的时候 大陆 那个 不确定 我们在位置 这个地方 能复活的 这就是 然后 可能 那就是 好 好像绕了迷宫没绕过去 OK 我们准备回去吃饭 OK 这是我发现在当趟停车的第二个痛处啊 有车位 但是车位极窄 大家看一下这个车位窄到什么程度 我刚刚尝试停这个车位根本进不去 墙太窄 那边又压线 所以如果我把车停进去我是开不了门的 它这车位设计的太不合理了 因为毕竟在当趟停车的话难 贵 没地儿 What the hell 就给你洗到处理了 还能够30个车为一种很轻易 我opic封锁洋 评论 好,我摸了屁股了 哎呀,今天不错啊 今天这个是最后一个景点了 刚才呢,我们又去了Gas Town Gas Town没有拍,因为下雨下特别大 然后呢,又去了这个Fly Over Canada 就几乎把这个温哥华能拍的都拍了 所以特别好玩,然后现在客户有点累了 所以我们最后在英吉利海峡,结束今天的行程 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呢,来过这样的地方 当然在这样的天气 有的时候阴天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尤其是空气中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原初在下着暴雨 今天客户特别好,请我吃了一顿海鲜大餐 所以我决定请他一杯咖啡 以此回报 刚才呢,发生了一件非常奇葩的事情 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刚刚在付钱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Starbucks里面写的还有16块 16块钱包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用了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哈哈吃了 现在加拿大鹅要回家了,准备过马路 然后被车下回来了 哎呀,有人喂东西 哇 这边的光从天空上穿下来 有点仙境的感觉 为什么每当我要到休息的时候 给我来个天晴 什么意思 代客户的第二天结束了 今天的收获是什么呢 今天的收获是什么呢 跟客户关系越来越好 真的是成为了朋友一样 第二呢,吃了一顿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海鲜大餐 这也算是收获 第三呢,就是 我终于觉得 我在开长途的时候 我的驾车经验是越来越好 因为昨天真的睡得不好 今天在开长途 来回在短时间内要开将近一百七十公里 然后我中间睡意朦胧 经历过四次短暂的失忆 也不能说失忆 就是短暂的失去了行为能力 因为当时太困了 后来想了一下真的是很后怕 特别危险 再回来路上呢 整个这个大雨漂泊 但那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进入到这个 矿山之后呢 我被冻感冒了 所以当时是带着感冒的这个经历 从那边开回来 今天真的是有一点点与死神擦肩而过 但后来看到了天晴 我觉得给我一种启示就是 苦尽甘来 付出的回报就是 痛苦结束了 终于可以休息了 但是现在呢 我要坐在电脑前 继续工作一下 然后迎接明天 第三天的接待 猫说我挺忙的 晚安 再次